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7月30号 我们要继续来看到 耶利米书11章 第1到17节 耶利米书11章 第1到17节 上主对我说 你要听清楚这约的一个内容 然后向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宣布 我上主 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 谁不遵行这约 谁就受诅咒 我从埃及 从那燃烧着的火炉中 把他们的祖先带出来时 我与他们立了这约 我要他们服从我 遵守我的命令 我告诉他们 他们若服从我 就是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上帝 这样我就实现 我对他们的祖先所发的事 把他们现在居住流南与密 这肥沃的土地赐给他们 我回答是了上主 接着上主又对我说 你要走遍犹大各城镇 和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 向人民宣布这约 使他们明白内容 服从这约的规定 自从我把他们的祖先 带出埃及的那一天 我一再劝告他们服从我 他们总是不听 也不理会 反而受自己那顽固邪恶的心思 所控制 我要他们遵守这约 但是他们拒绝了 所以我照这约的规定 惩罚他们 上主又对我说 犹大和耶路撒冷人 阴谋背叛我 他们又犯祖先所犯的罪 不听从我的话 去拜别的神明 以色列和犹大都破坏了 我与他们的祖先 立的约 所以我上主这样警告他们 我要毁灭他们 他们无法逃脱 他们向我哀求 我不听 那时候犹大和耶路撒冷人 要转向他们 供奉过的神明 向他们哀求 但是那些神明 绝不能救他们脱离这灾难 犹大人的神明 跟他们的城镇一样多 耶路撒冷人 为那可耻的巴黎所造的祭坛 也跟他们的街道一样多 耶利米亚不要替他们哀求 也不要向我祈祷 他们遭难的时候 向我求助 我不听 上主说 我所亲爱的子民 既然罪大恶极 还有什么权力 到我的圣殿来呢 他们以为许愿 献生计就能消灾吗 他们以为这样做 就能快乐吗 我曾经称他们为 枝叶茂盛 果实累累的好橄榄树 但现在我要像闪电一样 烧光它的叶子 折断它的侄子 我上主万军的统帅 灾中了以色列和犹大 但现在我要降灾难给他们 他们作恶 自己招了这灾祸 他们向巴黎县生计激怒了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一章当中 我们看见上帝透过耶利米提醒 透过昔日的这个约定 来提醒上帝的子民 现在被约的处境 而这种被约 不仅仅是一个单方面的 一个不守性 而是带有着上帝认为 他们是邪恶的 破坏彼此的关系 不尊重上帝 就是他们的上帝 我不知道你曾经跟我一样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在读圣经当中 会觉得上帝为什么 喜欢跟人家 跟人计较 他不宽宏大量的面对 人本来人性上 就是有被约的问题 他为什么要如此 对人施行惩罚 其实被约可能有很多 无可奈何的处境 有时候是对方的合约 签得不太合理 有些是自身碰到的困难 有些是金钱利益的一个关系 有些是彼此关系的不合 导致终究要终止 这样的一个合约的关系 上帝跟人的约 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关系 上帝为什么要跟人计较 其实从经文来看 我们会发现说 这不单是一个计较的问题 而是上帝在乎 人跟他之间的根源断开的问题 就好比子女认他人做父母 或者是学徒认别人做师父 多少都已经从根本的源头 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其实上帝一直对他们是有恩的 在第四节当中 上帝提醒我从埃及 从那燃烧着的火炉中 把他们的祖先带出来的时候 我与他们立了这约 我要他们服从我遵守的命令 我告诉他们 他们若服从我就是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上帝 第五节这样说 我就实现我对他们的祖先 所发的事 把他们现在居住流南与密 这肥沃的土地赐给他们 这当中有着生命纪的一个互相隶属的关系 服从我就做他们的上帝 但若你们被曰 我会做我应有的这样的处置 上帝一直带领保护他的以色列民 若我们读过出埃及记 我们会理解 以色列人曾经被埃及奴役的日子 有压迫他们的法老 将重重的劳役 以及死亡放在他们身上 上帝拣选摩西 带领他们全体安全的可以离开 以至于他们在上帝的里面 来寻求活命 第三个我们看见上帝指出 他们的忘恩 第七节跟第八节这样说 自从我把他们的祖先带出埃及的那一天 我就一再的劝告他们服从我 他们总是不听也不理会 反而受自己那顽固邪的心思所控制 我要他们遵守这约 但是他们拒绝了 所以我照这约的规定惩罚他们 人的忘恩或许是天性 不过这里存在着上帝对他子民的控诉跟惩罚 上帝是一而再 再而三的给机会 但是当人不听的时候 继续让顽固邪恶的心思控制我们自己的时候 上帝决定按照该有的这样的一个规则来惩罚人 第四个我们看见上帝也提出来 人们转向这一些供奉过的神明 上帝提醒他们 神明是没有办法救他们脱离灾难的 不过犹太人的神明依旧跟他们的城镇一样多 表示他们不仅忘恩还转离上帝另外去寻找其他更多的神明 成为他们的拯救 第五个我们看见上帝不以他们的许愿献生计为这个消灾 这个灾既然是上帝的愤怒 也必须是回到上帝的里面 不是轻易的透过简单的贿赂上帝就可以 是要诚心的回到上帝面前 上帝跟他立约的子民有很深的这个根源的一个关系 纵使我们知道上帝是一个宽容的上帝 不过上帝也亲自告诉先知耶利米 他的底线到底是在哪里 他要跟人的计较的地方到底是在哪里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神人关系 上帝绝对不是好好先生 好好小姐 做什么都任凭说好 而是上帝有他的一个原则 要人紧紧的因着这样的一个原则 不是用自己的方式在自己寻求其他的方法 我想我们有很多时候会陷在这样的自我 自我以为很好的一个方式当中 譬如说自己当医生的经验 自己想要当上帝的坏习惯 虽然我们在生病的当中会去看医生 医生的观点好像有很多种 那我们也会去理解这各个不同的医生 他的一个脉络跟过程 那有的更好的是有自己的家庭的医生 因为家庭医生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长期的 这样的一个病例当中 得知我们发病的状况给予对症下药 安排该有的一个诊疗方式 但很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当医生 我们医生看一看 然后我们不吃药 不遵照医生的指示 然后我们又去听了一些偏方乱七通 然后我们再回来因着没有效果 又回来骂医生 你怎么没有把我们诊疗好 那这很容易让医生觉得 我的专业是要践踏 反观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了 我想这很适用在各行各业各样的关系 要令你把上帝心里的话 向他的子民来宣讲 目的是要我们可以回到 上帝所祝福的一个生命里面 上帝希望我们枝叶茂盛果实累累 但我们却常常以为他不祝福我们 而跑去别的地方吃草乱败 最后才回到上帝的里面 就帮助我们在今天的经文看见 上帝立约的美意 我们也乐意在这个立约的关系当中 探查上帝希望我们守约的性质 重新来思考我们与上帝有立约的这样的身份 来持守这神圣的关系 我们同心来祈祷 与我们立约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我们看到犹太人被约的光景 我们实在感受到这也跟我们很像 我们总是看我们没有的胜过我们所拥有的 求你使我们来思考 主我们与你立约的神圣的关系 以及神圣的身份 尤其在这疫情苦难里面 我们可以再次的学习定精仰望在你的身上 胜过我们寻求其他强力的偶像 求你使我们珍惜这重要的立约关系 在敬前的信实当中 透过回转来到你的里面 寻求你生命的活路 我们如此祈祷 侍奉耶稣七六的名祷告 阿们